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那这套题是给我们这一个一串机器嘛 然后告诉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 它所表示的一个增值是多少 那首先第一个 他说如果这是一串补马的整数 要求实进制 我们知道补马要求增值 我们必须先通过这个转换成我们的圆码 对吧 数值位不变 符号位呢 取反 之后加一 得到我们的圆码 那得到圆码之后呢 这位表示什么 表示符号 一表示负 后面呢 一次和他们的这个全值 就是相乘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这要提这个 如果是补马整数 他所表示的就是负的 二三十次次方加二的二十九次方 加二的二八次方 加二的二次方 加二的十四次方 那遇到这种题 大家不要尝试把这个东西啊 化成实进制 因为那个太大了 一般我们写就写 二的多少次方 这样几个相加 一串相加就可以 没有必要 非要化成 就是说全部都是实际字的 这个一个数字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是一个五符号整数 那就更简单了 对吧 五符号整数 那直接将每一位 和他的这个全值位 直接进行相加 那虽然这个结果啊 比较长 但是是没有错的 就是结果就这么长 那第三个 如果是用来表示 IE754标准 我们知道 这是IE754标准的这个格式 对吧 第一位表示符号位 然后接下来这八位 表示我们这个接码 然后最后的23位 表示我们这个尾数 然后将它带入我们这个 符定公式即可 那这边有一个大交主义 就是这个IE754标准 它是有一个首位隐含的 那这个是一个 比较容易忘记的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啊 然后这一串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尾数 然后E呢 表示数字的符号 所以E表示负数 然后这个IE呢 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单精度 它的这个偏置量是127 所以就将这个 一整个看成一个 这个五符号整数 是不是多少呢 是31 然后减去我们这个偏置量 127 然后算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真值 这道题讲解结束